灯不点不亮 话不讲不明 欢迎收看《讲亮话》 又到了我们商法先锋的单元了 赶快来欢迎我们的主讲人 松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王松丰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律师 今天有要请教的这一位朋友 是住在Roland High的Esther 他问到说 他有个朋友 用他的social security租了一个公寓 跟他一起住的两位朋友 是留美的学生 没有身份 那这个朋友呢 把他的房间转让给了其他的人 那他另外这两个留学生呢 在离开的时候 因为欠了租金房租两个月 所以呢 就把这个合约都退了 但是呢 他一个人又没有办法付这个款 那请问现在他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借身份给别人 结果欠了房租 现在他能怎么办 找律师 就是最好的 就算找律师也有出路吗 没有 找律师只是说被罚的不要那么多 找律师跟房东和解 OK 和解 对因为他这个触犯 他这个触犯的法律太多了 对 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借别人的社外卷卡呢 因为那两个没身份 要帮着人家租房子 没身份也可以租房子啊 只是租的好 资金贵一点 对 所以不要认为说 我今天是学生身份的话 对不对 那我就必须 没有办法 尤其是社外卷卡 是在美国 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意的 像你的一个身份报税 都要靠他 对 因为你等于是去顶一个人头 担保了啦 对啊 对啊 对 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法院看这个 这个事件 他会说 这件事情最无辜的是谁 房东 最无辜是房东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租人家房子 房东是没有办法租出去 是用坏了还是怎样 对不对 你就陪房东吧 那他可不可以 跟房东谈一下说 我慢慢付给你 但是可以啊 但是和解的话 就是和解 就是因为我今天找律师 或者我真的 不要躲了 躲不掉了 因为这个也赖不掉了 那我就甘心跟房东聊聊 我慢慢还你 对对对 那这个房东的话 他就看看说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S9会不会跑走 或者是会办破产 或者是会其他的东西 就是说 我签个协议书的话 就被 就是拿了两个月 三个月 S9就跑走了 所以这个房东的律师 也会做这种 也是有风险 可是 可是其实刚刚你讲的一个重点 其实在所有的事件当中 房东是最无辜 但是尤其在加州 好像是比较保障房客 对不对 如果像这样的情况 你刚刚讲说 如果没有身份 那也可以租房子 也收应收应 可是他要跑就跑了 那我们等于房东 无处申冤 是不是我们保障 这起见 我们一定要要求一些 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防护措施 如果你是房东的话 对我说我是房东的话 这个房东的话 对不对 就是说你合约 一定要看看说 有没有办法去assignment 或是做sublease 就是说你这个合约的话 可不可以再转让给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OK 那你在转让的时候 对不对 是需要房东的同意 好比说我今天万一 我答应你转让 但是你转让的时候 必须要我同意的时候 对不对 那Esther他也让房东知道说 我要转让这个房东 也同意的时候 对不对 这时候房东他的箭头 不是只针对Esther 是Esther跟他另外两个 第二个房客这样子 对 但是万一这个房东 他万一有说 我不允许你转让 我不许你sublease 做第二个房东的话 对不对 你做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经过 让我知道 而且我要同意才可以的话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以这么做的话 对不对 这房东他站得住脚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 这个房客就私底下做了 也没讲 最后已经屁股乱脏 我觉得最后也是这样 对 然后那也没 那房东基本上 是没有任何的保障了 房东可以告Esther 对 唯一就只能告Esther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房东 我万一去抓一个人 我不想去抓三个人 对不对 我去抓三个人的话 我时间跟律师费 我要付的更多 对不对 谁跟我签合约的 我就去抓谁 OK 比如就算是今天Esther 房住不付 这是民事还是行事 这是民事 而且这个是对对对 对啊 所以基本上还是 损失还是损失 所以刚刚王律师就讲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最 最无辜的应该就是那个房东 对 因为很可能一夜之间 他搬光了 你也找不到人 对对 而且现在加州的法律就是说 就是说不管任何的房客 要记得就是说 以前就是说 我可能跑了 OK 房东找不到我了 没关系 就算房东去告我的话 对不对 我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就是说 加州的法律对不对 有让房东说我告你 但是你跑走了 以后你就是说你要 在租别的房子 在租房子的时候 你住不到了 就有记录了 租别的房子 买车子 你有任何credit check 我都会 那如果像留学生 那静观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我今天是留学生 比较 不影响 不是 没有说这个格力 他怎么弄 对 但是比较aggressive的律师的话 会有 会去报告给移民居 就是说这个人欠债 因为就是说你这个judgment 你这个判决书 是跟着你终身的 除非你不要 就是说你不要 为什么移民 就是说那个 人家要绿卡转公民 或者是说要转身份的时候 在网格上面 一定会说 你有没有被抓过 有没有任何的judgment 有没有任何的判决 说against you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 这个做房东来讲 其实保障真的蛮少 所以为什么有的房东 他就会说 对不起你没有收 就是这个利 我不能租给你 对 或者我要的押金多一点 对 而且有的时候 你说搬走也就算了 其实有的时候是 赖着不搬走 你才伤老金 又收不到房租 然后又不能请他搬着 好像加州对这个法令 对房客也有一定的规定说 他可以住多久是不是 对 就是说你必须让他 有三天的测试 然后你要起诉他 然后要服务他 然后就是要排这个时间 对 然后我觉得要让房东知道的话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代表蛮多房东的 你要让房东知道的话 对不对 尤其是亚洲的房东的话 对不对 你不能心软 因为你心软的时候 对不对 别人他不会对你心软 因为我妈妈自己也是房东 有时候他就说 我就再两个月再给他 研一研吧 我跟他讲说 他一赖的话 他就是两个 大半年了 大半年了 对而且我是跟他讲说 你房东的话 对不对 你睡觉不出来 政府不会对你心软 对 你贷款找不出来 银行不会对你心软 所以你对房客的话 你可以就是看 你可以任职 但是你就是说 他要有这种问题的话 对不对 你不能心软 就说你就让他做什么 而且我要让房东知道 就是说 尤其是加州 你要特别去inspect 你有个权利 一年去检 只要让房客知道 我要来检查了 你是有办法进去的 不要 你住个两个人 里面住八个人 对不对 或是你住一个人 他在里面种大麻 你也就知道 先种大麻也还好 对 这就是说 你不要那种头痛 对不对 所以房东 他是有一个权利 去审查他的建议的 那我要赶房客走 你有没有什么习定的时间或程序 你赶房客的时候 就是要看合约 那现在加州的 residential合约的话 就是说 他就是说 房租是一月份到期的话 对不对 一月一号到期的话 对不对 就是说每个月的一号到期 就是说 你要 got five days grace period 那五天 就是五号他还没有付的时候 你就要 take a three days notice three days notice 你要算了 weekend不能算 OK 那就是说你八号 或是十一号的时候 对不对 你再去通知他 通知他 他不可以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十二号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要去file lawsuit 你就要马上用了 要快 要快 那file lawsuit会让警察 来把它赶出去吗 你file lawsuit的话 对不对 他就有个 你就有个court date 他court date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是有必须要 要准备搬家了 就是付房租 或者搬家 对对对 那那个court date有时候是 要等很久 要等很久 对啊 所以为什么不能心软的意思 就是说你一心软的话 对不对 你两个月 就是一直拖一直拖 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是他因为比较坏的房客 他会算 他就说你最快能 能那个法官可以审查 我这个案子的话 也是两个月 对 我起码贷两个月了 对 所以一定要看这个信用调查 对 一定要房 押金一定要拿得够 对 这个还要看他家里工作 真的 那各位观众 如果你有类似在法律上 或者在商业诉讼上 有任何疑难杂症 都会投入到新调日报 叫我们王生锋律师 来为您做解答 嗯 好 谢谢律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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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vemos vot jakie